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评论区有很多的朋友说 说中国是一个不讲法也不讲理的地方 和中共讲法律 讲法理 讲法治是对牛弹琴 浪费时间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面对中国没有法治的现实 讲法律 讲法理 讲法治 还有没有意义 首先欢迎我的合伙人陈光诚先生 光诚你好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嗯 我们看到了哈 敢于批评共产党和县政府的这个教授许章润呢 被一年前嫖娼了 声援她的耿硝男夫妇呢 被经济犯罪了 对中共大胆揭露的任志强呢 被职务犯罪了 声援她的蔡霞教授呢 被取消退休待遇了 冻结银行账号了 对香港抗议 中国破坏一国两制表示支持的这个诗人王藏 被删颠了 声援自己丈夫的妻子呢 也被删颠了 凡此种种的不一而足 中国现在是举国欲加之罪 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 在这种情况下 讲法律 讲法理 讲法治 还有意义吗 不过广成哈 这个问题我是先说出来了 但是请你一会再回答 呃 我们先说一个基础的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 甚至整个世界 为什么要追求法治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很 中国老百姓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就是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事实上 我们必须看一下就是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法治 事实上 法治 这是一个 虽然它是一个完全就是说 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个政治文明的一个说法 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在中国的农村 不光是农村了 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 它完全有这个概念 最传统的就是说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对 其实我们就完全可以把这个理解成最朴实的法治观念 那么法律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有它的准则 那实际上法律 从定义上来讲 就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 那就任何一个社会 你不可能没有行为规范 对吧 你总是要有一个准则 有一个标准 大家都就像走路一样的 你都跑右走 大家才不会出现碰撞 有一种这么 有的是自然形成的 有的是约定所成的 有的是道德层面的 有的是进一步是法律化的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社会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设立往往是本着维护公正的原则 也就是说在公正的基础上是建立起来的 这么一套 大家都能接受的 而且是维护大家利益的这么一个行为规范 那所以说你说社会它当然 在众人生活在一起 它当然需要这样的一种社会规范 而且需要大家都去遵守这样的一个行为规范 所以它就是需要法律 需要法治 需要有一套维护这个体系运行的这个系统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司法系统 所以一个社会它能够有序的良好的运行 是没办法脱离这个系统存在的 不管这个系统是约定所成的 还是强制执行的 但关键一个前提就是说 它必须是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系统 而不能成为一个工具 不能成为一个私人的私器 实际上这些在西方大家都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点点 它是一个社会公器 对谁呢都是一样的 就是所说的把里面传言言评论 所以一个社会 一个良性正常的社会 它就是要很好地维护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现在人们都在谈论 至少很多的人希望中国改革的人都在谈论自由民主宪政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宪政就包括法治 没有法治宪政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刚才你也讲了法律的目的 它应该是实现社会的公正 而不能成为成为这个个人的私器 其实我们不是说简单的个人私器 个人私器包括一股势力 一个政党 一伙人的私器都是不可以的 一个团体 对对对 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不能成为一少部分人 或者一个团伙 他们的这个私器 对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那么我们在说到这个法治的时候 实际上是说法治的 它的根本的意义在有这个实现社会的这个公正 所谓社会公正是指所有的人 包括管理者 所谓的统治者和被管理者 所谓的被统治者 它不是说用来给统治者来进行统治的工具 那样的话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他们俗称的叫所谓的 那就是个刀制 就是把法律作为一个工具 作为一个手段来维护统治者的统治 这个不是法治 法治是实现真正的所谓的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的这个这个一个概念 所以人们追求的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人们才这个 就是包括世界 包括中国人 很多的中国人 希望达到这个东西 那刚才你说到了一个概念 说这个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个是中国古代的这个说法 当然这个中国古代 另外还有也有一个说法 叫做行不上代夫 礼不下庶人 那礼不下庶人 我们不去说他了 行不上代夫 就是说你官大了 那这个法律对你就没用了 那个东西 我想今天可能还在实行 但是呢 没有人说 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是说行不上代夫 礼不下庶人 这个不是追求目标 追求的目标是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其实这个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已经体现了封建的 一个想法就是说 如果他是天子呢 他不是王子 他是天子 皇帝 他犯了法呢 没事 还是所谓的实现人人平等 还是没有实现得到 但是至少是说 比这个所谓的行不上代夫 要进了一大步 那光成 中国 我们说到具体的中国 中国有实现过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时候吗 事实上呢 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说同罪 那基本上我觉得 尤其是在春秋以后 最多也就是部分程度上 在某种形式之下 部分的实现过 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所以同罪啊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但是呢 这里也充分体现了 这两种力量的博弈 就是人民期待法治 而当权者是期待这个特权 对 所谓的行不上代夫 实际就是统治阶级的特权 对 而人民和期待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就是现在意识概念上的法治 而这个呢 实际上也在两个层面上 在两个不同的社会 有着一种不同的解释 比如说 很多中国朋友应该都有体会 我们在这个 无论是在政治书里 还是在大学里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原理里边 他们都提到了 这个法律啊 是维护同质阶级利益的一个工具 那这是他对法律的一个解释 但是在西方社会 完全就是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法律它是一个社会公器 就像尺子一样 量谁都是这么高 我这个尺子就固定下来了 我就是这个 这是一种度量横 你用来量谁 它的高度它都不会变 那它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东西 所以这两种东西 实际上就是 社会博弈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所以说你说即使在中国 在这个皇权时期 你比如说当年这个清朝的皇帝 他的律法当中有一条就是说 规定这个盗墓者要出去死刑 那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乾隆吧 他当时是想盖一个什么宫殿 由于缺乏那个大木材 他就去把某一个陵墓上的一个木材 就拿来用了 所以呢 这个就被刘罗官给抓着了 刘罗官说那你这法律 大清利率里边有明确的规定 盗墓者要出于此行 那你皇帝你现在 你犯了这个利率那怎么办 那这个当着满朝维武 被僵了这一军 黄帝没办法了 很尴尬 他最后呢 没办法说是跟刘罗官那那同伴 说那你拿刀过来 把我杀了 当然这是故事 但是故事里却说明一些东西 后来那跟刘罗官一看 那事情将到这个程度 怎么办呢 给他一个抬点下吧 那这样 我们把大清利率改一下 把它一条变成两条 那盗墓者 见尸者死罪 不见尸者充军发配 那你虽然偷了这个灵墓上的 这些建筑材料 但是并没有扒开墓墓 见尸 所以你应该充军发配 你应该自己 把你自己发配到五个地方去 以示你遵守法律 这样一弄 皇帝一看 这个建坡下驴吧 所以就把自己充军发配到山西 实际上就是去旅行一趟的 但不管怎么样 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还是 他还得表现出 我遵守法律的这样一个姿态 那你再往前算 就是我记得是公元 19多少年 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 19多年 曹操在带兵出征 军的时候 他就凡是建策军了者 这个斩 那结果呢 在行兵的过程中 一个扳酒从外地里 噗嚷下 飞起来了 结果曹操自己的马进了 呼呼呼跑到 那里去的卖天 给你踩了一大片 那怎么办呢 那我自己的规定 我自己的军运 我自己的遵守啊 结果掏出宝剑 叫自杀 叫抹国子 这个时候呢 曹操在当时呢 就敞开自己的发迹 把自己的头发割下来 大大的一扭 然后把这个军令仍然有效 那叫特别小心 我自己突犯了 我也要做这个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在后来的历史故事当中 被很多人批评说 曹操就是个奸秀 你看别人如果犯了 那要杀头 那肯定杀头了 那肯定杀头了 但是事实上 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在那个时候啊 实际上 儒家思想在中国 那个时候 可以说这样的影响力 非常非常小 对那个社会上 像道家呀 其他的这些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老百姓都一般都奉行一种 就是皮毛发布 受制父母 欺贫随意抛弃 是这个东西 它在社会上的影响 要比儒家那一套 大得多得多 是 所以实际上 曹操啊 割发带手 那这个东西 实际上在古代的割发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刑法呀 很严重的刑法呀 对 是吧 你看看 红楼梦当时被抄家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这样一种刑法 那是非常非常 像丢人和侮辱人的 相当厉害 有的人宁可死 也不愿意去受这个刑法 那曹操当时做这个 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 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他不是像后人批评他那种 说做秀啊怎么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你既是在皇权时期 也没有像现在共产党这样 这么不要脸 自己定的法律 公然的就去违反 就是不遵守 就去跟你胡搅蛮产 没有到这个程度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对 而且这里边这个积极意义 就是曹操这件事情 这个积极意义在于啊 或者是说这个皇帝的这个 这个这个积极意义在于 他本身都承认了自己违反了法律 都承认自己错了 他就所谓的叫做罪己照 起码是发了 他最后可能没有完全按照那个法律 去做这个最后的这个处理 但是第一 他认错了 他承认他自己错了 他违反了自己定立的法律 现在的情况是死不认账 对 他现在共产党现在就已经赤裸裸的 就是就是根本就不要脸 那法律就是一丁点 就是你找个借口的 你共产党现在一丁点借口都没有 但是还是在继续这样做 所以世界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这种 在那个时候毕竟他社会的力量 除了虽然是皇权之下 但社会的力量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监督的力量 这种民心 就是得民心者到天下 老百姓还是非常在乎民心的 一旦是民心 他知道意味着什么 可共产党现在他完全不是那样的想法 共产党觉得我 我凭武力维稳 我就可以维护我的专制政权 我就可以继续下去 所以他有一种就肆无忌惮 能赖我何的这样一种形态在哪里 但是光诚啊 这个在这个 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 到了这个阶段70年了 他可能是认为自己是非常的强大 用压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不服不行 但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一层的意思 就是现在 现在再向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乃至80年的改革开放后 人们对共产党的拥护的程度 已经不太可能再出现了 所以共产党大概也应该知道 他再想恢复过去人们那种执着的 那种不顾一切的 那种不经大脑思考的支持 是不太可能出现了 他是不是也认定了说 反正那种情况已经不再能出现了 那我就只能有一条路就压服了 有没有这个成分 有这个成分 我觉得 共产党实际上 随着时间的发展 随着共产党 共产党内淘汰这种体制的运行 整个共产党党内 说实在话 不学无数的多 真正有才干 有远见的人少 有远见 有才干 能够坚持原则 有良知 这样的人 在共产党的体系当中 你就没办法生存 走不到多远 就给踢下去了 就淘汰下去了 对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整个共产党党内 现在可以说是 不学无数的多 他没有这么个远见 他就觉得 我掌握枪杆子 掌握笔杆子 反正你这个糊涂人 我就拿笔杆子来忽悠你 骗你 你这个真正明白的人 反正你总得怕死吧 实在不行 给你从肉体上消灭 对吧 我就让你失丰的 像高智盛 现在你找不着了 你能走怎么样 他是这样一种心态 所以这个独裁者 一旦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扭转过来的 实际上他 一直到死了 到整个政权位置 被彻底的推翻 真正到那一天 他的意识到 原来他自己 没有原来他想象那么强大 老百姓对他的支持 也不是表面上 他从周围人那里看到的 听到的那样的一种 恶语奉承 完全不是那样的 而且从思想上的认知的差距来讲 他所知道的那点东西 跟老百姓 跟其他的一些 这个真正的有才干的人相比 那是没办法比的 并不是他随便说个什么建议 说个出个什么点子 周围人都说 哎呀你看还是领导 到底是领导 就是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那是说你听而已 所以你别真被这个迷惑了 你别真以为你比别人能了 真的不是 你现在共产党党内能拉出来 能把话说胡论的 你看看有多少 他不信能拉出来 跟民间辩论一下事实 我觉得他们如果离开了搞的 他什么都不是 从中央整个这些常委 我们往下看 你不信事实 咱们可以进行一场变案 所以审核现在中国社会 它是一种下之而上语的状态 唯一的一种一个问题 就是说共产党它这个流氓 但是它掌握了枪 它掌握了这个武装力量 这个武装力量不是给你讲你的东西 而是讲内的东西 对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民间也好老百姓也好 就真的就没有办法 因为最终就是实力说话 那就不给你讲道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法治没办法彰显 那就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了 因为法律 中国还能够法律都规定的非常好 但是后来一方面就是 共产党选择性执行 根本不依法行事 另一方面就是 这法律如果限制了共产党 随便的乱权妄围 那国没改啊 对不对 这个当年啊 实际上就是在共产党建政之前也好 建政初期也好 老百姓呢 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共产党 真正的忠心的想跟着这个共产党 把这个中国的事情办好 这里边其实也有是共产党 恩威并重的这个因素 就是共产党一方面也在杀人 包括镇反 包括这个什么各种各样这个运动 把这些潜在的 甚至不公开反对的 甚至是支持他们的 只是想法不太一样的 人全部打掉了 使得这个老百姓的有害怕 同时呢 那个时候的这个洗脑这个做法呢 也非常的有效 使得人们呢 一方面是害怕 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是真心拥护 而现在呢 这个我相信应该很大的一批人呢 并不愿意再相信共产党 也具备了不相信共产党的这个能力 所以其实共产党当然也一如既往 把一些老百姓想要的 想追求的东西也挂在嘴边上 比方说法治 中国共产党其实一直在提倡所谓的法治 近年来提倡的很多很多 无论是在他们的法律里边 还是在他的这个中共的文件里边 法治二字 是这个频率出现的频率 其实是相当的高 这个直到最近 这个还在提就是建立法治 这个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 这都是他们所说的 但是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用这种方式 所谓的这个法治 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存在 并不出现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我觉得老百姓应该回应 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好话说紧坏事过绝 所谓的依法治国 实际上我们看起来 还是江泽民 我记得是97年 那个时候在两会的时候 就公开的提出来 依法治国依德治国 都在那时候提出来 但是他真正 就这样去做了 共产党那个是骗人的 那个实际上 建立民主中国 建立实现法治 建立其像美国一样的 这样的自由民主的国家 他们共产党原来 从来没少说过 可是有一个衡量标准 大家去看一下 共产党这样说 只是为了骗得 老百姓的支持 他真正想这样做吗 如果他真正想 他为什么从来 你去翻翻整个共产党的历史 他从来没有把这样一个理想 写进他的党章里 对不对 这就说明共产党说这些东西 他都是骗 那是宣传的需要 这是真的共产党追求 他不可能不写到他的党章里面 所以说这个就彻底揭穿了 共产党的这个谎言 你就看看他都写什么东西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欺骗 另外呢 你不要相信 另外呢 刚才你说的中国老百姓支持共产党 实际上我觉得 就像你说的 从一开始啊 真正被忽悠来支持共产党的人 我觉得都是不多的 那说到这里呢 可能有的网友会反驳 那支持的不多 那共产党怎么打赢的江山啊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的前邻居 原来我的前邻居啊 他有弟兄好几个 弟兄五个 当时这个共产党 缺人帮他打江山的时候 他们在逼着他去当兵 逼着他当兵怎么逼啊 就轮着班 排着班来 不让你睡觉 天天我就在这动员你 叫动员新军嘛 那个时候叫 老百姓有这个形容词 动员新军 反正我就坐家里跟你说话 我说累了 我走了 然后加班的 我的另外一个人来了 继续给你 你要不答应啊 好你不答应 饭你老婆吃 叫你老婆睡 咱就这样敲轮战 最后老百姓没办法了 那你说老这样 这个生活也生活不下去啊 那所以没办法就答应就去了 而有的人 我也听到一个邻居里 我们那不远的说 有的人为了不去当兵 都把自己弄残废了 把自己大拇手指头 就是被控制他 强行逼着去以后 他找办法 直接用枪 把自己大拇手指头打掉的时候 那我不能干了 我回家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说当时被拉去 强行推小车 支持共产党的那些人 很大程度上是 是非常朴实天真的人 被共产党只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逼着去给他扛枪 给他打江山 你看看整个中国的抗战过程 共产党抗日他打了几招啊 因为谁不知道他就打了一杖半 对不对 其他的都是国民党在干 他在背后壮大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说 我觉得其实从整体来讲 中国老百姓真的没有发自内心的去支持过共产党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 现在更是没有 原来如果是倒退多少年 冷兵器时代 现在共产党的这种倒行力 是老百姓早就揭开而起来 把他推翻 不知多少次 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这种热兵器时代 这种差距 拉大了老百姓和共产党之间的 和统治者之间的这种力量的差距 那么最近十几年来 由于共产党购买了 盗窃了 现代文明社会所发明创造的 本来用来改变我们生活 让它变得更好更容易的 这是现代科技 本来是用来造福人民 让人民生活更容易的 共产党用来去大数据 用它来做成大数据 动态识别系统 面部识别系统 追踪系统 用来监控中国人民的一举一动 这个从很大程度上 又拉大了老百姓和共产党之间 这种信息方面的距离 让老百姓在揭露真相方面 这个和共产党这个军 这个科技实力上之间的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让老百姓变得更天难 而且别事实不事实 他说了算 用他的话说这叫以新华事要为准 那就说我说事实就是事实 外观事实是什么 我说你造谣了 你就造谣了 你说不是事实不是都不要紧 但是尽管共产党现在今天是用压力 是用这个各种的这个暴力机器 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 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欺骗这个手段 所以呢他才是对 所以他还一直在强调 法治民主他都强调 甚至他强调人权 所以这些东西他仍然寄希望于说 有些人能买这个账 能被骗能够被洗脑 但是实际上呢他从来不实行 那光成我想知道 就是如果他也知道 法治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的话 因为他向别人宣传是这样 他一定他自己知道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否则他也不会用这个东西去进行欺骗 但是他为什么不执行 既然好东西 他也知道是好东西 为什么不执行呢 因为一执行就直接影响了他的特权 影响了他的利益 他当然知道这是好东西 他真正想实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 是他遭到了不公对待的时候 其实我在监狱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这个 因为这个财务社会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被判刑在里面的人 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他在那个时候 他们都谈法治 他们都希望这个系统要遵守法律 包括当时大家都知道 江春云跟他老婆离婚了 因为贩毒等种种原因 其中当时就在林医监狱 还关着这个 泰安市委秘书长的 叫卢娇青 当时就关在我那个监区 后边那个医院监区里 他们这些人 在那个时候他们想起了法治来 就像周永康出庭受审的时候 满头白话的时候 他又没想想你当年怎么对待 陈光泉 你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想要法律啊 你想要法律坚持作用啊 对吧 很多那时候的官员就说 我被酷刑逼急了 我在监察院里 他说什么 我就承认是吗 我总以为 你比如说我根本就 你比如说查出来 五百万贪污 然后共产党就以为 那既然有五百万呢 你就可能就有一千五百万 那他就说 那某某地方某某地方 你还有多少多少 是不是 是是是 还有多少 就承认了 他总以为 他说那事实没有 我承认了也不应该被定罪吧 那将来你共产党 就核查一下吧 当然他也没有被抓过 他以前也不了解 这个共产党系统究竟多黑暗 他抱这样一个心态 他说我就没想到 最后到法院的时候 人就认定了 认定了 那些权利益盖了 实际上他说也没有 所以到这个时候 这些共产党的官员 他想起法制来了 所以当他权力丢失的时候 他才想起来 法律是维护每个人利益 维护社会公正的一个公器 但他还掌握着权力的时候 他考虑的完全不是这样 那共产党实际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他考虑的我在台上 我掌握着权力 那我推行法制 不能限制我的手脚吗 不能束缚着我自己吗 所以他不会去做呀 这就是一个根本原因 那光诚啊 我们说句题外话 刚才你提到这个周永康 说周永康啊 在这个受审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 这个应该是法制啊 他自己在台上的时候 他对别人是法制形式 还是人制 还是这种专制啊 那么周永康的儿媳妇 那周永康被遭了难以后呢 他全家自然都受到株连了 他的儿媳妇呢 就公开的站出来 说他现在呢 就是非常的忏悔 他对着这个他 这个公公当年 用这个非法的手段 去迫害别人 所有被迫害的人呢 他都表示一个道歉 他现在呢 就是说 这现在意识到了 这个实行法制的 这个重要性 因为他自己的权利 合法的权利 也由于周永康 被这个整治 而受到了一个影响 光诚 我就想问简单的一句 你觉得你可以原谅 周永康的儿媳妇吗 我觉得跟周永康的儿媳妇 我谈不上原谅不原谅 但是我能谈得上的 就是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周永康 因为这个东西 你是不可以 你是不可以打着体制的旗号 打着党的旗号 说党叫我这样干的 我就这样干的 这个是不能脱罪的 当年纳粹很多 为纳粹办事 祸害老百姓的人 后来都遭到审判 你都没有办法拿到 说是当时是纳粹这个党让我干的 所以我个人不承担责任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你这个不论是决策者 执行者都必须以法追究责任 那反过来讲 即使从中国的法律讲 中国不有个公务员法吗 公务员法 如果没记错的话 52条54条 有非常清楚的规定 就是一个错误的命令 你如果已经意识到 它是错误的 是非法的 你还在执行的话 你承担和决策者 同样的责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个是不被原谅的 这个就是应该被审判 将来应该就是 就他所做的这些 所有的犯罪行为 进行审判量刑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除非他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觉得对于他 而信服出来道歉 这当然我觉得 是一个好事情 他是觉醒了 他知道了 那么他跳出了 共产党的这种 作为模式 这是很好 但是你说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他没有 周永康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决定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说我们能谈得上 原谅他还是不原谅他 所以我们只能谈得上 对周永康是不是原谅 而且我是感觉到 既然中国共产党公开的赞扬法治 推崇法治 尽管他不执行法治 我的感觉是说 共产党里边大部分的人 其实也知道法治是好事 是对的 应该依法办事 但是当权力在手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无视法律 无视正义 就是等于是故意的危害 故意的助纣为虐 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很可恨 很可怕的东西 是他自己其实也意识到啊 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安全 这是为什么共产党体制内 有很多人呢 只要有机会 那是肯定是留下后路啊 把自己的财产家人的钱都转出去 有什么 不放心啊 共产党体制你都不知道 我今天还在台上 还高高在上 被别人捧着 明天就变成阶下囚了 对不对 周永康就是一个例子 当年多威风啊 被称为政法王 是吧 常委之一 那还了得 当年我在家被非法拘禁的时候 他跑到林一区 叫我杨威 是不是 甚至在演讲中说 这个有些干部 担心西方说三道四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只要我们掌握好 武装地上掌握好权力 那将来这个东西就由我们来写 而不是他们来写 你在乎那干什么 只要我们的子孙后代 能够掌握权力 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这样的类似 这不是原话的 当然这样类似的话 他公开的说过 但是那个时候 他没想到 他有今天 他如果想到有今天的话 他有可能就不这样过了 很多人就是 他没有这样的远见 就像我说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远见 他们在掌权的时候 他是一种皇帝形态 他只有到了 不得不放弃权力的时候 他才有周永康形态 现在是周永康形态 所以我想 我们这个节目今天有一个重点 也要提醒一下 现在还在共产党党内掌握权力的那些人 你要想想 你的权力能掌握到什么时候 能有多么的牢固 如果你在还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好 让中国的社会公正法律 能够真正变得更好的这种情况下 你不去做着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 现在很多老百姓所面临的 包括党内官员所面临的一些不公对待 那就是你的将来 对 不会太远的 对吧 就算你当上常委 你能当多久 对 这些人 上至毛泽东 其实都不是刘少奇 都说刘少奇被整死了 其实毛泽东没有被整死 仍然被推崇 他被跟被整死差不太多了 毛泽东的妻子都上吊死了 都被判了这个死缓了 毛泽东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亲戚 其他的后代也都不是被惩处了 就是被边缘化了 实际上毛泽东是也是真的是名存实亡了 这么一个 所以这些现任的这个官员 其实不应该历令致婚 要想一想 即使是红色江山退一万步讲 是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话 红色江山内部的斗争 也会由于没有法治 而使你遭殃 对不对 对 这个实际上在红楼梦里倒就说了 就是说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须一个土门头 其实他那个时候都认识到这样一个层面 你共产党现在的官员你还认识不到吗 对不对 你贪污多少个亿你花得了吗 这些东西都会是你的 你只是替别人放一下而已在那里 所以真的 这些人我觉得他真的缺乏对这种人生的深入思考 而只是像一个树一样在水底 被这个错误的洪流在推着走而已 所以怎么说呢 总而言之对于共产党党内的人来讲 你确实需要颇切的 赶紧去考虑一下未来 没有多少日子 真的没有多少日子 过去还说你可以试带还可以试习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你所能做的 你所能用来做好事的时间 这个权力在你手里的时间没有多少 一定要想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回头再说我们一开始 这次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中国的现状是这样的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许章润教授就是因为批评县政府制度县领导人 好了被嫖娼了 嫖娼发生在一年前 他被说一年以后找到了说你一年前你嫖娼了 那么声援许章润教授的耿潇南夫妇做生意的 没有什么公开的更多的言论 好了现在是被查经济罪 拘留了刑拘了 任志强他是因为大胆的批评宪政权 同时他大胆的揭露宪政权的一些内幕 好了现在被职务犯罪了 他犯罪罪里边没有政治罪 没有因为他反对了揭露了共产党而治罪 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 而声援他的蔡霞教授呢 尽管没有被判刑 跟判刑也差不太多了 退休待遇没有了 个人的银行账号都给冻结了 等于说你个人财产等于说把财产给查封了 这就这跟法律处罚没有什么不同了 他的原因只不过就是说声援了任志强 然后写了一些发表了一些 跟这个官方不一致的东西 其实人们也在说说蔡霞本来是要保党 是要保住这个共产党 那么至于现在蔡霞教授 是不是这样想我想应该是已经变了 蔡霞教授最近的发表的言论 应该已经没有保共产党的成分了 应该是说要去共 他是这所谓的八个字嘛 其中包括去共就是要共产党要消失掉 已经不再保这个党 那么这个现在还有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王藏 十人王藏 他是声援香港 好了他被删颠了 他的太太是因为声援他 好了也被删颠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情况是说无法无天 欲加之罪 随心所欲什么都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网友也在说 说你现在讲法 讲法律 讲法治 有意思吗 你跟流氓讲法治 有什么意思吗 那光成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讲法律 讲法治 讲法理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首先呢 这个网友啊 说的本身没有错 首先我们有一个确定 就是这些网友 他是一些觉醒的网友 他已经看透了这些东西 对 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 共产党的手段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暴不利 一个是谎言 是吧 但是你不可否认 中国还是有大批 没有办法翻墙 不能来看我们的法理核在节目的人 他一声当中 一天下来能够获取信息的 就是共产党的喉舌呀 就是中央电视台 对 那个东西毒性很强啊 一旦那成了你唯一的信息来源以后 你的大脑就慢慢的就变成个芯片了 最后就种的都是红毒了 所以很多这样的人 他并不能够理解到 像刚才你说的 是网友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我们讲法制 它真正的意义仍然存在 但并不是说我们对共产党 能够守法 能够遵守它自己制定的法律 或者通过讲法 能够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共产党非法 乱全万为的问题 这都不是 这个我们现在讲法律 讲法制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通过我们给共产党讲法制 拿自己的法律条文 来要求它遵守 而它不遵守共产党的这种 公然的践踏自己的法律 让更多的还没有觉醒 只看共产党那套宣传的人看清楚 这个邪恶的黑帮集团 它是根本不遵守法律的 它是根本不讲述事实的 它说的那些都是骗你的 你不要再继续相信它 你不要非得自己走上上网路以后 你才明白 你看看别人的人生经历 你看看别人的维权过程 你就应该认清这个邪恶集团 很多人启蒙非常困难 你怎么启蒙 跟他说半天也没用 骨子里没有办法改变 原来被共产党灌输的狼来 但是如果一旦有了问题 从地方上访到北京 北京打电话上地方 把你坑撑不用分说绑回去打一顿 或者关几天黑监狱 这个送进精神病院 明白了 比什么都好使 非常有效 所以上访也好 经历共产党的铁拳 或者是看清楚共产党 根本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 那这个东西本身是一种非常好的启蒙 用事实来说明 让老百姓明白 那这个实际上是在做未来的工作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不能维护我们自己权力在专制之下 那就是通过这些共产党的作恶上 更多的人觉醒明白 为明天中国有可能实现建政法制民主的时候 这个增加一部分力量 或者说减少一部分共产党里边的这种反动行为 因为他如果被蒙蔽的话 他有可能扛起枪帮共产党干的 是吧 他还觉得他是正义的 那你不就更增添了一种这个反动力量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讲法制 拿法律来临共产党说事 这个重大的意义在这里 你说李和平的妻子王乔林 是吧 在面对他自己就是一个律师 那我李和平也是律师 在李和平受到不法对待的时候 被共产党破坏的时候 他就拿着中国的法律 你不是说讲法好啊 那我每周都去你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咱走法律程序不行吗 那为什么共产党只能派一些鬼子 派一些这个流氓出来 违规堵截 连那个检察官法官最高法院 看到他们来都躲起来藏起来 如果有理可讲 你躲什么藏什么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东西本身 他不知道说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决定 这个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那都是一些工具 他们根本没有决定权 尽管法律上规定 他们是可以纠正这个天津法院的 各种各样的做法 他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 但现实当中是没有用的 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但是他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就是会让更多的人明白 你看看共产党所谓的法院检察院 所谓的前途制衡是什么东西 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个难道就是非常有意义 那光诚既然你说到了这个维权 包括这个所谓的709律师维权的事情 你过去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也做过许多维权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这个状况 是无法无天的状态 如果还去维权 岂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吗 我不觉得是 维权这个过程本身 除了自己弄明白以外 也给共产党也是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共产党是非常怕这个事情 被世人知道的 他在违反对决的法律形势的时候 他最希望就是说你静悄悄的 你别公开的说 就用他们的话说 你通过正确的渠道来反映 你干嘛要放到网上 这是当年他们对我的原话 是吧 然后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所说的正确渠道是什么呢 是上访吗 是向上级法院去弄吗 那我说我告诉你 按照中国的法律 你如果不给我立案 你需要给我出去一个不遇立案的书面理由 那你为什么既不给我立 也不给我出呢 你出了以后 可以拿着到上级法院去继续要求立案 那你为什么不出呢 你们自己违反法律是为什么呢 那如果是没有理由 你没有理由为什么你不给我立呢 所以说你们的正确渠道 所谓的正确渠道 全部都被你共产党自己堵死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用官僚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 对吧 然后当老百姓真正有了渠道 把这个消息公布一个重的时候 你又开始说在线了 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这就是扯皮了 跟共产党得到这样一种程度 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像我原来跟你说的 我在家里你说我家里 法律书有很多积累了很多 当共产党派几十个人跑到你家里 把你摁到地上打一顿 然后另一部分人拿着袋子 把你的宪法 刑法什么刑事作用法 全部一块一块啪啪啪装袋子 给你拿走 在那个时候你就跟我谈法律 这本书怎么规定的 那本书怎么规定的 那个时候是没用的 就像说你跟流氓讲理 但在这个时候是没用的 并不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用 那他做的这些行为 我们把它公布于众 公布于全世界 让老百姓看到 你认清楚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的 道貌岸然 他所说的那都是骗老百姓 他从来就没想真正那样干过 你必须认清这样一群东西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共产党 不让你把这些事情说出去 他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比如说他开车来抢你的时候 他先走个步把车牌盖起来 他除了党内的人 他把过来的那些老百姓也都感到村外的 你们先出去推到50米之外 这里先交给我们 对吧 这共产党实际对这个 他并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非常清楚 所以他在命令人跟着我妈妈出去的时候 那都是最少三个人 因为他们的要求 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带着 另外两个雇佣来的人 到时候万一你要寻思舞弊 那互相之间都有监督 这个对此他实际他非常清楚 但他就是怕他自己也会置于这种监督之下 所以拼命的阻止法治在中国真正实现 那好 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谈了 面对中国无法无天欲加之罪泛滥的这么一个现实 讲法制讲法律讲法理还有没有意义 那么我们今天呢光诚呢也解释了 讲法制讲法讲法律和这个进行维权 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呢感谢我们的观众的收看 也感谢我的合伙人光诚 光诚谢谢 再见 谢谢李克 谢谢大家 kanske 你说 这 都